尽管也有10个欧盟国家限制或禁止华为与中兴参与5G网络建设 但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专员布勒东周四仍然表示 其他欧盟国家的动作太慢了 在5G方面依赖中共企业将是极大的弱点 对欧盟的集体安全构成了极为严重的风险 布勒东敦促欧盟国家毫不拖延地通过立法 禁止华为中兴等高风险电信供应商 并呼吁电信运营商也采取类似行动 布勒东还表示欧盟委员会将禁止华为和中兴 参与欧盟电信服务方面的采购 其他欧盟机构也应尽快更新 欧盟两年前通过指导方针 呼吁27个成员国评估设备供应商的安全风险 限制或禁止高风险5G供应商 进入欧盟国家电信网络的核心部分 德国内政部长费瑟今年4月表示 德国正在选查其5G网络中的中国组建 而葡萄牙于5月发布的一份决议 也可能禁止电信运营商 在其5G行动网络和4G平台中使用中国设备 华为和中兴被指有中共军方背景 西方一直怀疑其设备可能被中共用于间谍活动 终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美国早已将华为和中兴等多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 禁止销售和进口其通信设备 新唐电视台记者 严书综合报道